林鄭月娥她作為一個現任的特首 任期只剩下十幾天 相信她很在乎自己的歷史定位 以及歷史對她的評價 但是正如俗語講性格決定成敗 她的性格上的光碧自用自以為好打得 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 這種性格令到她在最後十幾天 總結自己的五年特首歷程的時候 講出了些說話 是跟整個香港的民心向背完全相反的 她在任期裡面 最大的爭議就是這個逃犯條例的修訂 好了 她在現在就說自己 是無需向香港人道歉 只是需要向家人道歉 做徬stones條例的修訂 搞逃犯條例的修訂本來是沒有錯的 只不過是當時政府有關部門沒有去做好說服工作 我們一聽就知道這些講法裏面 是在卸博完全沒有實事求是面對自己所犯的錯誤 是將一切功勞歸於自己 一切錯誤推給別人 這種政治作夫其實是罪悅不得的 林鄭月娥說所謂的逃犯條例修訂沒有錯 說不需要向香港人道歉 她這種講法才是正正式式的大錯特錯 我眾所周知 在2019年的2月 中央經過多年的醞釀 推出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規劃 本來這一個 是我們香港將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上一個新台街的大好機會 那如果當時林鄭月娥能夠拿著這個首帽 按照中央所講的 聚精會神搞建設 一心一意謀發展這樣的精神 去推動這個粵港澳大灣區 那個發展規劃 將它落實好 去引進外資 來投資香港 來香港上市 利用香港作為一個橋樑 進軍粵港澳大灣區 這個局面就 完全不一樣 但是 你林鄭月娥呢 就正路不走走歪路 是吧 中央那個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規劃 你不去理會 擺在一邊 反而就拉起了 逃犯條例修訂的政治火頭 衝擊了 中國經濟民生這個首帽 轉移了 粵港澳大灣區 這個發展的大方向 令到香港失去了一個 經濟主營的大好的良機 好了 你想一下 在這個以往 全國政協副主席 著名外國商人 按字界曾經講過 港人治港 最重要的是港法治港 就是基本法所規定的 按照 基本法 按照 基本法 規定予以保留的 普通法等等 這些來治理香港 因為 基本法第五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別行政區 不實行社會主的制度和政策 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 五十年不變 那你 林鄭月娥 去推這個逃犯條例的修訂 轉移了經濟民生這個大方向 這個守務 好了 影響了香港的政治紛爭 你本身這個逃犯條例修訂 是一種 大陸定罪 香港交人的格局 而香港本身來講 是 這個 實行資本主義的那個法律制度 那個普通法的 在內地裡面來講 它是批判那個司法獨立的錯誤思潮的 是黨 領導一切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很多事情 罪與非罪 是兩個 不同的法律體系 是有不同的認知 所以 再加上 香港是廢除了死刑 大陸裡面還是保留著這個死刑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那個逃犯條例的修訂 向 內地 向台灣 但這些 還是保留著死刑的地方 去移交逃犯的時候 其實也是很大的一個 法律上的一個落差 會引起很大的疑慮 所以 最重要的就是 你這樣做法 就不是講法治港 而是 陸法治港 就會 打破了 一國兩制的防火牆 所以 香港人裡面 有這樣的疑慮 為了捍衛一國兩制的防火牆 來反對你林鄭 推行這個逃犯條例的修訂 最終來講 你 在這個2019年的6月13號 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 會見BBC的記者的時候 講得很明確 現在搞的逃犯條例修訂 那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自己的事情 就是 與中央人民政府無關 早就已經是劃清了界線 而最終 這個逃犯條例修訂 在香港 103萬人上街 200萬人上街 強大的民意的反對底下來說 最終 也是正如 你林鄭月娥所講的 這個壽終政枕 去撤回 所以 歷史已經做了結論 你這個逃犯條例修訂 是 違反一國兩制的 是不合乎香港的民意的 也不是中央的部署來的 你現在 林鄭月娥有十多天 就 卸任下台了 你竟然還想企圖來翻案 跌落地 拿回砸 這個做法 完全來說 是一個 極大的政治方面的錯誤 你這樣做 是把自己放在香港 大多數 反對 逃犯條例修訂 歷史證明 你逃犯條例修訂是錯的 已經是收回了的 你是和歷史結論 相抵觸的 是和中央人民政府聲明 是和你那個逃犯條例修訂 或斥界線的 這個立場 亦都是相反的 那你林鄭月娥 這樣的說法 除了 這個 林別秋波 本身 只能夠激起香港人對你的反感 激起了 這個政治上的爭論之外 你可以達到什麼目的先 是吧 你根本上來說 這個錯的就是錯的 毛澤東 毛澤東 在那個 當年和 蘇共論治的時候 是提到過 這個接班人的五個條件 其中一條呢 就說要 這個 勇於 這個 改正自己的錯誤 實事求是這樣來到去 看待自己的錯誤 不可以把一切的功勞 歸於自己 一切的錯誤 這個去 推給別人 如果這樣做的話 這些就是 野心家的所謂 所以 林鄭月娥呢 現在 現在在這個 任期做了十幾天的時候 做一個企圖為逃犯條例 這個修訂的錯誤 來進行翻案呢 你根本上就是 非常之愚蠢 也是這個不得人心的 再何況 他搞逃犯條例修訂 這個面對一百萬人上街 二百萬人上街 這個激烈的民情反彈的時候 他做一個企圖去一意孤行 令到矛盾激化 他如果早一點能夠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面對這個 香港的市民 去這個 敢擾一個 劇烈的一個 反彈 能夠早一點進行政治協商 做出讓步 做出妥協 撤回這個逃犯條例的修訂的話 根本就不會有後來 會導致 矛盾激化 衝突升級 警民 這個衝突 那個暴力事件發生 所以 反修例運動的後期 出現這個警民衝突 暴力這個升級的東西 也是跟林鄭月娥 沒有及時進行政治協商 完全是分不開的 所以林鄭月娥本身有不容推卸的責任